大家好我是Paul 週遇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這篇講的是What's the pettiest reason you've rejected someone? Petty這個字我還在翻譯上我剛剛有思考一下下 有這麼一個詞叫做Petty Crime 什麼是Petty Crime就是 像你如果今天去7-11偷了一條口香糖被人家逮到 那這是個重罪嗎 不是啦 說不定罵你幾句就算了 有沒有 所以小時候那種偷個什麼筆啊 橡皮擦之類的 very petty 所以Petty就是那種小鼻子小眼睛的 他就是大氣的相反 所以我剛剛在想的時候 OK好那我知道了Petty的 大概怎麼這樣講解了 可是我又想到說不定你坐在電腦前面看 或者你坐在手機前面看的時候 那你就 你可能會回問我 好啊 那 小鼻子小眼睛小氣的這個 又相反過來會是什麼呢 那大氣怎麼說呢 所以我就卡住了大氣要怎麼講 那我剛剛找了一下The opposite of Petty 那這邊有找出一些字來 我覺得比較能夠拿來用的或許是像這個字 Noble我覺得OK 所以Noble怎麼翻啊 翻大氣好像也不是非常正確喔 但總之就是品格比較高尚的 OK 不會小鼻子小眼睛的 那這邊像Liberal這個字我覺得還不錯 就你比較自由一點開放一點 甚至Generous我覺得都不錯 就是比較還比較樂善好事一點 不會很小氣的 Shiverous我覺得也還蠻可以的 Shiverous Shiverous的意思是歧視精神 所以要是你是一個比較具歧視精神的人 可能人家小小冒犯你一下你都不會說 齁你今天傷了我一根指甲 我要你砍斷你的腳趾頭之類的 你不會 OK You can easily let things go 所以你就不Petty 所以我們講回這個今天的標題 你跟人家 你打槍人家最Petty的 reason是什麼 這到底該怎麼翻 我還覺得蠻難翻的 但總之就是啊 你拒絕人家用的最爛的理由是什麼 我大概會這樣翻譯吧 最小鼻子小眼睛最瞎的理由 你拒絕人最瞎的理由是什麼 有時候我就覺得我們中文 已經輸大陸 中國大陸很多了 像我有時候常看一些那個 一些YouTube上的影片 差點講成視頻 他們習慣講視頻 一些YouTube上的那種對岸來的影片 我都會覺得他們用的詞彙好豐富喔 可是你看我再回頭回來看 我剛剛在試著翻譯這個標題的時候 我只好用我們台灣同胞們熟悉的一些詞彙 只好用一些我們很熟悉的那些 一些聽了會讓人家覺得 喔我懂你意思很舒服 因為我也很常聽到 所以我說你拒絕人家最瞎的理由是什麼 我們就只有用一個瞎這個字 那瞎這個字就可以用在 任何壞的不好的負面的 你都可以用一個字瞎帶過 我個人覺得這不是一個 語言發展的一個好方向 很瞎啦 什麼東西超棒啊 什麼之類的 超屌啊 超瞎啊 什麼這些的 我都覺得 這個 It is an oversimplification of a language that is supposed to be very profound and very deep Anyway 我前面開始扯著 也可能一點意義都沒有 但我們就來看下去吧 所以你拒絕人家 最瞎的理由是什麼 這樣子 來看第一個 I broke up with my girlfriend in 8th grade because she called me 4 times a day when we didn't have cell phones 所以 跟女朋友分手 因為她一天打電話試試給我 當我們那時候還沒有手機的時候 I got tired of talking on the phone and broke it off 講話講到煩了 所以就分手了 OK I have a friend who has a whole list of petty reasons she has rejected guys 有個朋友 他有一整個清單的理由 講這些 petty reason 第一個 He cut his spaghetti before eating it 他吃義大利麵前會切一切 所以切義大利麵也愛到你就是 He wore brown shoes with black jeans 他穿黑色牛仔褲的時候 穿褐色的鞋子 也愛到你了 He cut his hair too short 頭髮剪太短 分手 He dropped something and said whoopsie 就如果你發生一個什麼什麼 我們有時候可能會講 whoops whoops 可以 可是你講的可愛一點點 whoopsie 所以有的時候把那個S結尾的字 加一個E的Y的母音下去的話 會被人家認為是可愛一點的一種 一種轉個方向的呈現 我舉一些例子給你看 我記得我們以前看過就是 女生穿的那種 一件式的睡衣 就褲子跟衣服是一件式的 大概懂我意思齁 那你叫他one piece其實也不是錯 因為泳裝來說 不是bikini的那種 上下分開的 如果是一整件式的 那也叫做one piece swimming suit 那one piece兩個字講起來不可愛 所以他們叫他onesy OK 我這裡microsoft打出來不是 可是相信我onesy是有的字 所以onesy 那如果今天 我最近喜歡在看一個影集 叫做那個叫什麼來著 荒唐分局 brooklyn night night 裡面那個男主角就很愛搞笑 我記得他就有講到一個詞 這個詞我聽了也覺得蠻可愛 結果他發現他的一個東西 跟他的同事們 是都一樣的耶 我記得好像在講 他買了一瓶紅酒 然後要去長官家做客 所有人都買同一瓶紅酒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瓶紅酒是最便宜的 整間店最便宜的 所以大家都選了 同一瓶紅酒 他就講了一個是 喔哇 Samesies 所以same 變這樣 Samesies 所以連沒有s 都先補個s下去 然後加個IE結尾 所以這就是一種裝可愛的方式 所以他的男朋友 東西掉了 whoopsie 分手 OK whoopsie whoops OK whoops可以 可是whoopsie就不行 Sure So after watching her favorite movie 呃 片名叫Ever After For the first time he said It was just ok 所以看完了女朋友 最愛的一部電影 就是Ever After之後 這個男生說了 Oh it was just ok 分手 And then once a month she cries about how she's still single 然後這個女生啊 每個月一次 她會在那邊哭 哭她自己為什麼是單身 誰叫她自己用這麼多屁的理由 到處跟人家分手呢 而且為什麼腔掉一個禮拜 可能就是月事來的時候 心情不好吧 I don't know 下面一堆回應 我們就不點開了 再來 Every time And I mean every damn time We were in a car He would say Are you there yet Are we there yet 對不起 所以 所以他用了一個很 這個跟人家分手的糟糕理由就是 每一次 而他強調的就是 每一次 所以他的every time中間插一個 damn 就是好像強調 I mean every time 也可以 Every damn time We were in a car 那這個 Are we there yet 就是 我們到了沒啊 所以 連這個都會冒犯到人家 就是對於駕駛的人來說 我們到了沒 Are we there yet 不爽 OK 好然後 這個人分手的理由是 He held his knife like a pen 他把他的刀子啊 拿的跟筆一樣 這也要分手 不過這 我的確看起來怪怪的就是 刀怎麼可以拿成筆呢 I don't know She was a hundred percent convinced That dinosaurs didn't exist 所以一個女朋友 她一百 percent的相信被說服 恐龍沒存在過 Dinosaurs didn't exist 所以分手 OK Alright Was chatting to a girl online She seemed very up for it She asked to meet up Set a time and place An hour before she says Shoot forgot to ask How tall are you When I say 5'11 She just said sorry One inch off And that was that Oh cool Alright 所以這個是 她被人家分手的一個屁理由 所以跟女生在網路上聊天 然後她看起來 Up for it就是 我邀請你做一件什麼事情 我可能是 Are you up for it Are you up for a drink 可是 我這邊講一下好了 所以 我你想不想跟我去酒吧喝杯酒 Are you up for a drink Up可以 可是你知道英文這語言就奇怪 我如果把Up換成Down 你覺得這樣還行得通嗎 答案是可以 所以 Up跟Down都可以來表示說 你要不要跟我去幹嘛 Are you up for a game Are you down for a game 都行 Are you up for a drink Are you down for a movie 或之類的 都行 所以這邊是 她看起來是非常的up for 就是 她想要跟我約會啦 什麼之類的 所以她要求 我們來見個面 然後設定好時間跟地點 然後 在發生的一個小時前 an hour before 她問說 Oh shoot 這個shoot其實就是 Oh shit 用一個比較好的方式來說 Oh shoot 我忘了問了 I forgot to ask 你多高啊 她說她五尺十一 事實上不矮了耶 同學已經有超過一百八了 她就說 Oh sorry One inch off 什麼叫one inch off 少了一寸 所以 如果今天她五尺十二 也就是六尺的話 就OK了 OK 就有細了 所以她說 對不起少一寸 然後就沒了 那這個男生反而說的是 Feel I dodged a bullet TBH就是to be honest 老實說啊 她覺得她躲掉了一顆子彈 所以她覺得 她反而是運氣好的 她沒有見到這麼 這麼一個膚淺的女生 OK 所以這個 Dodge a bullet 也是一個 英文常看到的一個片語 那這個TBH就是to be honest 所以坦白說是 我覺得我躲掉了一 躲掉了一截啊 這樣子 OK 好 所以這裡OK 再來 這邊我覺得 這邊我覺得她是在回應上面的那個 OK 我個人覺得是回應上面這一個 她曾經有一次拒絕掉一個人 那她是不相信Dinosaur的 又講了一次 靠北 來 然後 下一個 This is awful but it was her laugh I never told her obviously because someone's laugh Is a representation of when they're happiest So shallow as she was pretty awesome So shallow as she She was pretty awesome 這句話有點怪怪 但不管了 呃好 他們這邊在講的是 她 覺得她現在承認這件事情很早 可是 這個it就是當時跟她分手的理由 分手的理由是她的笑聲 所以女生笑聲這個男生 覺得不OK 我其實都有一點認定這邊是 男女間的關係 說不定其實不是 我非常對不起 如果 If I come across as presumptuous I'm sorry 所以她沒有告訴她這件事情 因為 當一個人在笑的時候 這就表示他們多開心 那你閒人家笑聲 這不是很過分嗎 這樣子 好所以她非常的shallow 這樣子 Alright anyway 再下面一個 He faked laugh loud quite often 所以一個男生啊 假笑 笑得很大聲 假笑得很大聲 而且長長的 It sounded so fake It was so loud Everyone stopped talking So nope OK 所以好假 然後如此大聲 以至於每個人都會停下來講話 就聽到她笑 所以她覺得這支不OK Sure OK 哈哈 她送給我 Tax me too many photos 所以她送了太多的照片 那照片的動詞 她甚至還是用text 可能她習慣性 所以她給了一些照片 什麼東西呢 她的那個班乃迪克丹 是不是叫你叫做班乃迪克丹 所以X-Benedict 所以的確是這個詞 所以看太多這樣的照片 不爽分手 非常的pattie 有一點啦 I was rejected because I didn't like the taste of his preferred beer 所以她被打槍了 因為 他不喜歡這個男生偏好的啤酒的味道 所以 男生喜歡的啤酒 你也得喜歡 否則他就跟你分手 對不對 OK So that was it 就這樣了 I wasn't asking him to stop drinking it 我也不是要他停止喝這個酒欸 我只是沒有喜歡他喜歡的那款啤酒 So I wasn't asking him to stop drinking it I just didn't personally wanna drink it 他只是不想要 他不想要喝 他自己不想喝 We were about to order another round 所以他們本來要另外再喝一輪 所以這個round就是你知道 就是 喝酒喝個一輪 所以我喝一杯你喝一杯 Let's get another round 所以你再一杯我再一杯 那 我們有時候在電影裡面 或者一些影集裡面 會看到說 在酒吧裡面喝酒的時候 你 你喝得很開心 然後你又算還算有錢 你可能就會跟酒保說 來 大家的下一回合啊 我都請 所以 他可能就會直接對著酒吧裡所有人說 Hey Next round's on me 所以 Next round is on me 這個on me就是我來付錢 所以我請大家都喝一杯的概念 所以這個是很常聽到的東西 所以他說的是我們本來要點下一回合了 這樣子 He asked if I knew the one he had just had 所以他就問了 問我知不知道他剛剛才喝完的那一款啤酒 所以這邊用的過去完成式是很正確的 He asked if I knew the one that he had just had and offer me a taste 所以他 你喝喝看 嘗嘗看 I gladly accepted because I try to be open to tasting new things 所以他很樂意的接受 因為他想要去 開放來嘗試新東西嘛 So I just said I found a little too happy for my tastes 所以他認為這個 喝起來有一點點 太happy了 我不太知道這怎麼翻譯 說真的 happy這個字 讓我來很快找一下好了好不好 反正我們今天來一起學點字 這個是我剛剛找上一個 霍皮是什麼鬼啊 狗屁 我覺得這個翻譯是完全不OK的 happy happy drink happy is a beer flavor almost non-alcoholic drink 這是某種啤酒的瓶子幾乎是 幾乎是個beer flavor 幾乎沒有啤酒的一種酒精 的一種飲料 只有0.8%的alcohol 所以happy 那 哦 啤酒花是happy 酷 好多學到一個字 happy 所以他覺得這個喝起來 啤酒花味太重 Sure I was happy to stick with what I was drinking 所以覺得喝 所以 stick with something 就是我保持做這件事情 黏著它這樣子 所以我這邊來打一下一下 所以這個人說了 I was happy to stick with 或者stick to也可以 所以他就喝他剛剛點的那一 上一輪的就好了 OK to what I was drinking so I wasn't rude 他也沒有不禮貌 I said it was nice 他覺得喝起來不錯 but a little happy for me Sure 因為我剛剛想到另外一個字 你知道嗎 poppy poppy是音速花 就是那個鴉片煙的那個植物 poppy 對不起 所以這兩個字我們都放在一起 不要把它看成happy喔 不對 poppy 那也不要把它跟poppy搞錯 這個poppy是小狗 OK 那有沒有happy 我才沒有這個字 Alright 好回來這裡 his face dropped 所以他的臉啊 這不是臉掉下來 臉垮下來 臉垮下來 his face dropped 所以連這個 我們也講了 so his face dropped 我們把這個expression學起來 所以要是今天你的爸爸臉垮下來 聽到你的成績之後 my father's face dropped 所以臉是可以掉下來的 OK so his face dropped he was almost comical 這幾乎看起來就很好笑 所以他認為他的臉垮下來 幾乎都快讓他笑出來了 he then said something along the lines that he had changed his mind and he had better get home OK 那他就說了一些 那他沒有辦法詳細記起他說的每一個字 所以這個along the lines of什麼東西 這個我們以前也有 我記得也有講過這個expression along the lines of什麼時候 就他說了一些啊 說了這個話就是沿著這個方向的 大概類似說了先什麼內容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so he said something along the lines that 這樣接下去 所以他已經改變主意不想喝了 he had changed his mind he had better get home 他該回家了 so that was the end of that first date 那就是那第一次的約會了 and he literally decided he no longer wanted another round as in oh 對不起 這裡是as in 所以 這就是他們的初次約會 而也就是他 完全就是不想再喝另外一個 一回合這樣子 the date was over he had blocked me on Facebook before I walked the 100m to the bus stop 所以在他走去巴士站的 這個100公尺的距離 的這個步行時間內 這個男生就已經在臉書上封鎖他了 so petty ok so he had blocked me on Facebook before I even walked up to the I walked the 100m to the bus stop 這樣可以了 so pretty sure I dodged the bullet there 所以 又用了一次dodge the bullet 所以對他們來說好像 反而是我躲了一個子彈 所以他們就是 用這種方式來說 不是你甩了我 而是我 運氣不錯躲開了你這個 白癡人 這樣這個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so pretty sure I was the one who dodged a bullet there there we go ok 好 所以 看到這裡大概也夠了 你有沒有任何拒絕人家 或者被拒絕的這種 小屁孩的這一些 很瞎的這些理由呢 或許有或許沒有 我個人當然覺得我好像有 可是我的部分就不要說太多了 that's too much information right Don Alright 好 我們講到這裡大概夠了 thank you for watching 我們下次見 好 committed 什麼